早晨,我們來到以賽亞書的第20章 分段很簡單 一到二節是一段 三到最後是一段 其實整個20章只有六節的聖經 但在這六節的聖經中 所給予我們的訊息相當沉重 這個訊息當然表面上看 事實上也是 這個訊息是針對古實 我們前面十九章也有說到 古實埃及也針對菲利斯 但這個訊息其實也是針對以色列 我們看下去就會明白 但其實今天也值得思想 其實不知不覺間 我們會否也有以色列人的影子在我們內 我們先來看經文 我想今天想從應用的部分 跟大家有更多的思想 思想是今天的教會的光景 究竟是怎樣 今天普世的教會 或者整個人的狀態又是怎樣 我覺得這張聖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 讓我們深思我們的信仰究竟是甚麼 以色列人為何會搞到這樣的境地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信仰破產 問題是今天我們的信仰的光景又是怎樣 今天在這麼多的不同的衝擊之下 就像剛才Baraka所分享的 在這些這麼多的衝擊之下 今天我們的信仰還剩下多少呢 今天我們的信仰是否貧臨在破產的邊緣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第二節 他說 阿術王撒爾根打法他爾探到阿薩特的那年 他爾探就攻打阿薩特將成功取 那時要我曉遇阿摩斯的兒子以色列說 你去解條你腰間的麻布 脫下你腳上的鞋 以色列就這樣做赤身 一種露體尺腳行走 其實第一節一開始指出一個時間 是哪年 哪年是甚麼時間呢 讓我們知道這個歷史的背景 其實以色列去領受神秘的命令 這個異象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阿術王撒爾根打法他爾探 去阿薩特的那一年 他爾探是甚麼呢 其實他爾探 你留意的時候 你的聖經他爾探這三個字下面沒有諸名號 即他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他爾探的意思其實就是 阿薩人稱他們軍隊的元帥就叫做他爾探 所以他爾探的意思就是他們的總司令 他們的元帥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阿薩王 阿薩王有個名字就是薩爾根 其實他是薩爾根二世 有兩個薩爾根 這個是薩爾根二世 他就猜派他的軍隊的元帥 去阿薩特去打探 打法他去的這一年 物事就臨到爾賽 這一年有甚麼特別呢 其實這個時候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阿薩特王奮起屠強 因為其實他本來已經被阿薩滅了 被阿薩來統治 但是這個阿薩特王呢 那一年的時候呢 他就奮起屠強 他就聯絡其他一些小國呢 就起來搬邊 當然也是受了埃及的聳動 還記不記得十九章的時候 埃及人就是去聯絡這些小國 就跟他們說 喂 結盟了你們 你們結盟再加上埃及在下面 就是強大的埃及 因為那時候 埃及也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 埃及的二十五王朝是非常強大的 統一了上下埃及 你可以想像一下整個非洲大陸 其實都是在埃及的權勢之下 埃及有土地肥沃 論經濟 論軍事 都實力強橫 所以他們就遊說這些小國 你們結盟 當然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這些小國可以消耗阿薩 然後埃及可以跟阿薩 來一增天下 但是神的心意是甚麼呢 十九章後面 其實我們看得很清楚 十九章 神的心意就是 沒有想過 神是沒有想過要讓埃及 去消滅阿薩 或者是怎樣 其實神最終的心意是希望 以色列埃及阿薩三國一律 來去敬拜神 要在這些列國當中 讓神的名號被天下所認識 這個是神的心意 神也不喜歡大家背藥 既然你已經答應神服 你就神服 為甚麼要毀藥呢? 神是一個守弱的神 這是神的屬性 所以這個阿薩特王受了埃及的勇動 他就起來反抗 反抗的時候 所以阿薩特王 這個薩爾根就打發他的元帥 他爾坦就去阿薩特 就去看看發生甚麼事 不看也有自可 看完之後 他爾坦就攻打阿薩特 張誠攻取 這個元帥也非常之厲害 幸不欲命 他不單止去觀察一下 發覺確實有其事 這個阿薩特王真的起來半變 所以徽軍直接把他搞定 所以這個他爾坦也很厲害 這個阿薩特王 阿薩特的城被攻取 這個阿薩特王當時 亦都是逃亡去埃及 就躲進去埃及 埃及就不出來 這個就是當時的歷史背景 就是在這個時候 要說是曉遇阿摩斯的兒子伊塞亞 就是一個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是一個甚麼時候呢 在歷史上 剛才就是我所說的這些事件發生 但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作為以色列人 作為南國猶大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們在那裡戰戰兢兢 因為他們看到 阿薩特是不能說笑的 是吧 就是這個元帥來看看 順手就滅了這個國家 這個阿薩特王也要出走 走進去埃及 所以他們只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下 自己都感覺到岌岌可危 哇 這個阿薩特 越來越強大 那個威脅性是非常厲害的 就是阿薩特王背叛他 沒有好下場 我想以色列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既然埃及出面 就是聳動了阿薩特的半變 到了阿薩特帝國的太穴探來到的時候 為什麼埃及沒有出兵呢 那個助力在哪裡呢 不是說好大家同氣連之 大家有一個聯盟 如果我被人打 譬如我跟Gino有一個盟約在這裡 我被人打Gino應該出手的 為什麼我被人打到豬頭 Gino不動呢 所以以色列人都在這裡 十五十六 究竟是甚麼事呢 這個世界當時的局勢 就是一片這樣的一個環境 其實以色列人心裡有很多的恐懼 亦有很多的不解 有很多的東西不能夠明白 所以當然了 以色列人就會有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就是去問神 神你的心意到底是甚麼呢 其實在這些震動當中的時候 人就會這樣去求問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當我們有些東西不明白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去問神 是吧 我們回想一下 當香港在這個社會當中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神 神在哪裡呢 發生甚麼事呢 神你的心意是甚麼呢 很想神的心意向我們顯明 好了 接著COVID-19來的時候 在這個新冠疫情之下 我們同樣也會問 神你的心意在哪裡呢 為甚麼這個疫情能夠持續這麼久呢 為甚麼可以讓所有人類的活動 都進入最最… 最…最…最…最最…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我們的命運是甚麼呢 何去何從呢 那行國業受到重創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神 神,你是在哪裡呢 究竟是甚麼事呢? 前面的路應該是怎樣呢? 所以以色列人在這樣的… 其實這些震動 是會讓我們發出這些問題的 不過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當我們發出這些問題之後 究竟我們心裡想的是甚麼呢? 我們稍後可以在這裡深入一點想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也在這個震動 所有的人心裡惶恐不安 大家都活在一個恐懼 以及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不斷地在你身邊的營繞的時候 以色列人其實都好像 以窩上的螞蟻失去了方向一樣 根本不知道應該是怎樣 究竟現在應該是靠誰呢? 我們要明白以色列人這一段的歷史 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們起初的時候壓難強大 所以他們想投靠亞術 結果就投靠亞術 亞術沒有讓他們失望 亞術就直捲而來 然後就弄了亞蘭 被亞術滅了 但是現在又覺得 不是的 亞術也很恐怖 他們現在是想轉軌 想靠埃及對抗亞術 你想想這個 那是怎樣呢? 東風就壓到西風 現在覺得西風又有問題 你想找南風去壓東風 那是怎樣呢?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 就是這樣擺來擺去 擺來擺去 但是他們擺來擺去 都擺錯邊 是不是? 其實他們應該投靠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 他們其實應該要投靠神 但問題就在這裡 今天就投靠亞術 明天就想投靠埃及 對抗亞術 但是靠來靠去 其實所有這些列國都靠不住 沒有一個靠得住 沒有一個是可以帶來真正的平安 沒有一個可以帶來拯救 因為他們都不是救主 他們都不是神 但是問題就是 人也原來有一個天性 就是我們很喜歡 靠一些我們心裡想的一些 或者是我們能夠控制 其實以色列也很有趣 他們想對抗亞蘭的時候 他們就投靠亞術 他們以為他們可以控制亞術 那時候亞術還是微小 還未成為世界的超級霸主 所以就給他一些利益 給他一些好處 這樣就可以控制他 給他一些錢 當然他付出的代價也不菲 給的錢也不少 就想著我可以控制 就好像周旋在列國之間 好了,看到亞術真的可以了 搞定了亞蘭 哇,真的可以了 燒除了我的這個言微之急 把我的敵人按下去 然後看到,不是啊 養虎為患 本來是想著自己養大的 誰知道他越來越強大 威脅到自己了 於是,不要緊 照辦主碗 傾向埃及 等埃及就搞定他 即是 以色列人就是這樣 他用自己的方法在轉轉 有些時候也挺像我們中國人做生意 一個蓋子就三個杯 吸來吸去 總之就想辦法轉轉轉轉 總之拆好他 以色列人又很厲害 在這裡鑽洞鑽冷 看到這個細色不對 就找那個人鬥這個 在這裡挑背 那裡推波助瀾 搞搞搞 就在國際舞台裡面轉轉轉轉 其實轉來轉去都不是路 就是在一個惶恐不安的時候 其實神容許這些震盪 這些惶恐來到的時候 其實也是請一請以色列人的信心 請一請他們到底懂不懂得依靠神 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在這個社會的動盪裡面 我們在COVID-19的橫掃裡面的時候 整個大地的根基都好像被震動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去請一請我們的信仰 究竟我們所信的是甚麼呢 究竟我們的盼望是甚麼呢 我們口口聲聲說 耶穌是我們的主 還是其實我們的紅寶仔是我們的主呢 究竟我們的生命當中 聖經的份量比較重 還是那張Band statement的份量比較重 哪一樣才是我們生命的主呢 究竟我們敬畏神多 還是懼怕COVID-19多呢 哪一樣給我們的恐懼 哪一樣給我們平安呢 究竟我們是平安大 還是恐懼大呢 究竟我們是懼怕多還是敬畏多呢 這些一陣的時候 現形 以色列人的信仰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震動當中 其實現形 但是神又有無限的憐憫和恩典 在一個這樣的震動之下的時候 密視就臨到這個以塞亞 神就跟他講 神的吩咐都很特別 他說 你去解釣你腰間的麻布 脫去你腳上的鞋 以塞亞就這樣做赤身 路身赤腳而行走 在這個時候 神給他一個很… 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很古怪、很奇怪 甚至很極端的一個吩咐給以塞亞 就是你解釣你腰間的麻布 脫掉你的鞋子赤腳而行走 以塞亞就這樣做 以塞亞問也不問為什麼 你這一份的信服 我們今天又有沒有呢 其實 反過來 做這件事很不合理 其實這一個打扮是一個什麼打扮呢 其實就是作為一個被俘虜的打扮 解去你的腰帶 腰帶代表能力、代表尊貴 所以你看看中國古時的官 那條腰帶也很重要 要雙辱 要成這樣 就是很有威勢 未見到人的腰帶 就在你面前養下養下 所以解去這些腰帶 其實是披上麻布 赤腳而行 連鞋子都沒得穿 這就是俘虜 被俘虜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羞辱 古時都是尊貴的人才有鞋子穿 就是… 鞋子都沒得穿 你想想 就是… 你連鞋子都沒得穿 腰帶也沒有 就是赤身露體 這就是一個極大的羞辱 他們也會這樣 去羞辱他們的俘虜 讓他們知道 你現在是階下囚 你現在甚麼都不是 你還佔地底泥 這就是俘虜的時候 就會這樣 以塞亞要作一個這樣的打扮 但是以塞亞完全沒有問為甚麼 就照樣去做 我們看完下面的一段 我們就知道原因 第三節 而話說 我僕人以塞下 怎樣露身赤腳行走三年 作為關乎埃及和古實的預兆奇蹟 照樣亞瑞王也必老去埃及人 老去古實人 無論老少都露身赤腳 現出下體 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實 所跨擾的埃及驚惶羞羞愧 那時沿海一帶的居民必說 漢難我們素所仰望的 就是我們為脫離亞瑞王逃往求救的 不過如此 我們怎能逃脫呢 神就說 三年 今早他看這一段聖經的時候 都很佩服以塞亞 他真是神的伯人 雖然神跟他開出一個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他是完全的信服 還要三年都這樣來打扮 就是三年來 你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時候 都是露身赤腳地走走 這個是神去發出的一個寓意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以塞亞要這樣做三年 其實是神給以色列人、古實、埃及人 有三年的時間去看清楚 有三年的時間去悔改 當然從另一個方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古實人的 那種的環境、那種的心硬 就是一個這樣的御士、火口婆心的勸戒 以塞亞用三年的時間都改變不了他們 下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神要這樣虎待以塞亞呢 其實這跟我們今天也息息相關 因為當時很多的假先知興起 這些假先知 他們說到宣傳訊息的時候 是沒有所不用其極 就是充滿娛樂性 可以這麼說 他們說的說話 有激昂 有很多道具 即是薩巴般舞藝 如果用今天來看的時候 可能就是他們的方法 展示出來的時候 很好看 充滿這個荷里活的效果 燈光、各樣東西 即是非常好看 不單是好看 而是非常好聽 為何好聽呢 因為說的是以色列人想聽的東西 說的是以色列人想聽的東西 這些假先知興起來講甚麼呢 這些假先知興起來講的 不外乎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以色列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神的電在我們當中 我們這個地方稱為遙華名下 所以神一定會看著我們 以色列必定如正午的太陽一樣 哇 光輝烈烈 我們的前景無限 我們甚至打包丹 奉神的名 宣告我們的國家一定會好好的 明天會更好 這些說話很振奮 但這些振奮就是以色列人很想聽的東西 其實就是 按照觀眾想聽甚麼 他們就說甚麼 再加鹽加醋 七情賞臉 所以其實以色列人是聽慣了這些信息 聽慣了這些東西 所以到以色列人要出來 要真是說神的話的時候 大家堅持著耳朵不聽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用這樣的模式 震撼人的方式讓人去聽 但人是否真的聽呢 這就是為何我說今天 這張聖經想跟大家深入思想 就是今天我們所聽的又是甚麼呢 今天我們是聽我們想聽的 還是聽神所說的呢 神所說的跟以色列人心裡所想的 完全是相反的 以色列人心裡所想的就是 神要幫助他們恢復昔日的輝煌 恢復所羅門年代的輝煌 我說所羅門年代 阿朔算是甚麼呢 連連進攻 那時候他真的微小到芝麻都不如 所羅門年代 埃及是怎樣的 連連都進攻 四海來朝 一片的升平 哇 那時候幾位 要幾位有幾位 國家的版圖 北港 就算其他國家 都是臣服的 每年都將各樣的禮物送到來 甚至士巴的女王都要來朝見所羅門 送上一切的金銀 這些禮物等等 他們的心願是甚麼呢 以色列人就是 我們要恢復那種輝煌 甚至還要再超越所羅門 其實 在以色列人心裡說 我們才是世界的霸主 因為神一定要祝福我們 我們是神的選民 神是有應許給我們的 當然祂會找到理由 不然怎麼叫海邊沙天上的星 這樣更多 不然怎麼叫萬國的祝福 這些都是阿波羅漢之約裡面的 問題就是 他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 他們所看的是甚麼呢 就是 他們所看的是神的祝福 而不是神 他們要的是神的祝福 他們要的是興旺 即是 那個感覺就是 爸爸很有錢 所以我眼中 我要的就是爸爸的錢 其實我不用要這個爸爸的 爸爸在不在 沒有分別的 最重要就是爸爸的錢 給我 這樣就行了 這個就是以色列當時的狀況 他們所要的就是 他們的國家成為列國之首 他們要的就是他們的財富 他們要的就是列國來朝 但是神呢 我未必是他們想要的 因為神每次說話都不適合他聽的 今天我們是怎樣呢 今天我們回來教會的時候 我們想聽的是甚麼呢 我們是想聽神會祝福我們 我們想聽我們前面的路向是一帆風迅 當然是 就是這個 是不是 就是神都 你以為神不想這樣嗎 哪一個做爸爸的 是想自己的兒子做乞丐的 當然是想自己的兒子 飛黃騰達 有美好的前途 對社會有貢獻 人生可以前途無量 一定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前面有個先決的條件就是 他的品格在哪裡呢 他跟爸爸的關係在哪裡呢 如果他跟爸爸有美好的關係 他有美好的人物品格 特質 毅力 堅韻 愛心 有這些東西 爸爸當然是把最好的全部給他 財富給他 甚麼都給他 但是如果看到這個兒子 不孝 忤契 貪心 殘忍 如果你真是一個 擁有很多財富的爸爸 還要懶惰 你會不會把所有財富交到他的手上 交給他 不就是把他害了 錢是可以把所有東西放大 錢其實是忠性的 他只不過是把所有東西放大 如果一個人是為善的 錢到他的手上 他可以做更多的善事 幫助更多的人 如果一個人是為惡的 錢到他的手上 他可以做更多的惡事 他可以更強橫 是嗎? 我們的天父是一個有智慧的神 所以 我們這些特質有問題的時候 神如何將這些 如何將錢加在我們手上呢? 難道要將我們的醜惡 再放大十倍 然後來圍禍這個世界嗎? 是嗎? 所以這就是那個問題 以色列人要的就是這些 但今天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心裡 我們要的是甚麼呢? 我們很想要神的祝福 我們很想要成功 我們很想要 要神按照我們心裡的劇本來走 但是呢 我們不要神 特別是當神跟我們說 我們生命的問題的時候 特別是當神跟我們說 你要認罪的時候 今天我們回教會都是一樣的 我們很喜歡 是嗎? 我們很喜歡一些 讓我們聽得很舒服的一些訊息 但是當說要對付生命 當說要認罪的時候 嘩 硬的東西 來到的時候 喂 不要說這些了 是嗎? 所以我們611也很有趣的 我們每一年都會 和大家一起過熟醉日 熟醉日 你知不知道其實是不容易的 問題就是這裡 我自己真的這樣去看 一個懂得過熟醉日的教會 是一個熟神的教會 因為人 坦白說 我自己作為牧師也是一樣 如果不是有神的話 誰願意認罪呢? 尤其是你們的牧師 只要聖靈感動一個人的時候 人才可以謙卑認罪下來 但認罪的訊息是否容易聽 那當然是不容易的 很難受 你會說 怎麼搞的? 牧師 幾十歲人 無緣無故回到教會 喂 一天 一個禮拜 五天工作已經辛苦苦了 星期日 放鬆一下 你回來就叫人認罪 有沒有搞的? 穿到新光頸漂亮的回到教會的時候 你要我跪下認罪 我們的族長更加 喂 人要面樹要皮 我們已經工作辛苦苦 還要奉獻支持教會 現在你叫我在台上 拿著咪高峰公開認罪 還要告訴他們 認罪要入獄 認罪不要說官免堂皇的話 是要真正去認罪 我說大哥 我下面的伙計看著 星期日還要上班 現在更差 你還要玩直播 還要玩錄下他 哇 以後還要出來見人 喂 在中環也有頭有面 是不是? 一個不小心 被客人在YouTube上看到 哇 這個人很認罪 你說難不難搞? 這就是當時以斯利人的情況 賈仙茲就在那裡吹噓 哇 你們是最好的 你們可以了 你們可以了 神會看著你的 神怎麼會不理會自己的地方 神怎麼會不理會自己的選民 神是守弱的神 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了 雖然是嘖 嘖 聽得大家心裡很舒服 這個意賽真是 一聽到他說話的時候 就很想要他扔死自己的 經常說我們有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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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句吉利的 說到這些話都是難聽的 今天我們坐在下面聽到的時候 都會選擇的 現在習慣了上網,就更重要了 全世界有這麼多教會,全世界有這麼多牧者 誰適合就聽誰 這個叫我要持守聖結,這個叫我… 這些是要付代價的,不要聽 那個就不同了 我做甚麼都可以,神也會祝福 因為我跟神有關係,我跟神有約 神是慈愛的 只說神的慈愛,神的慈愛… 愛到你不得了,你殺人放火 我都愛你,抱著你,很疼愛你 這些就合聽了,是嗎?轉台 以色列人當時就是這樣 但是神祂是要以賽亞反祈道而行 但是神也有憐憫恩典,三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赤身路體而行 不過有一個問題 時間會證明誰是真,誰是假的 還有,聖靈自己會作供 你是無法逃避神的臉 你專門選一些對聽的道理 你的生命不會成長 你的生命會打道疼 你以為聽了這些信息 你就會一帆風信嗎? 其實是偷偷碰到一刻 越整越大一件事 因為那些信息是假的 是沒有營養的 你的生命沒有改變 你的品格沒有提升的時候 爸爸是不會把他的身家留給你的 直至你學會了謙卑 直至你學會了堅忍 直至你配得上那件事 即是我兒子很喜歡看《Marvels》的電影 我有一項我都跟他說 雷神之錘 即那個錘仔 你要配得上才行 你配不起他的時候 你拿不起他 爸爸也不會把他交給你 今天我們要問的是 我們是否配得上呢? 當我們配得上的時候 神怎會不會不祝福我們呢? 但問題是 第一步是 我們的生命是否已經調整呢? 父母也不是傻的 他也看他的子女 這是真心孝順的 所以我的家產全部都給了他 這是演戲的 只是演戲的 目的是為了錢 也不是要我這個爸爸的 我死了 一毫子都不給他 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所以這就是這樣的情況 時間會證明 所有事情會走下去 雖然那些賈仙子說到天花龍鳳 但是神自己說 他說這三年之後 這個神跡、這個少頭必定會成就 第四節 照樣阿瑟王 必定會老去埃及人 老去古實人 無論男女老少 都會像以賽亞 今天這個打扮一樣 這件事情必定會成就 成就的目的是什麼呢? 要叫以色列人看見 他們所仰望的古實 他們所誇要的埃及 不過變成這樣 到時以色列人就驚惶羞愧 以色列人自己也會說 哪時沿海一帶的居民都說 我們素來所仰望的 我們怎麼做呢? 誰可以救我們脫離埃及的權勢呢? 誰可以救我們脫離埃及的權勢呢? 連他們都不愛於是 古實都是這樣 古實就是埃及 埃及都頂不住了 那麼我們拿什麼來對抗呢? 其實神是要把人逼到成國 面對一件事就是 你去看見神 埃及靠不住 埃及靠不住 你所搞的這一切 以為自己長袖善武 可以在列國當中周旋 可以有一個生存之地 是沒有的 除非你面對你的神 唯有耶和華是拯救 除非你撕裂心腸 歸向耶和華 你不是選擇你想聽的話來聽 而是選擇聽神給你的說話 跟小朋友都是一樣的 只是選擇阿爸剛才聽的話 你的生命如何成長 除非有一天 連神給你的鐘谷 你都真的聽下去 恰巧這裡就是一幅圖畫 就是我們有沒有以賽亞的生命呢? 當神的說話一出的時候 神有一個這麼無理的要求 但是以賽亞完全的信服 完全的擺上 所以祂是神的仆人 祂是當時代偉大的先知 祂從來不跟神爬頸 神說什麼就是什麼 神吩咐三年赤身而行 祂就三年赤身而行 其實弟兄姊妹 受苦容易 受辱難 如果神要我們這樣受辱 我們能否做到呢? 死不可怕 我經常說 死有什麼可怕? 死有什麼可怕? 信道一秒的事情而已 但問題就是 你要這樣三年去跟從神 受盡受辱 這一份的謙卑 這一份的信服 才是真真正正的神所提寵 才是真真正正的神所要 我們不是按照我們的喜好 選擇聽道 而是真真正正的謙卑下來 讓神的道進入我們裡面 不要選擇東西來聽 這樣跟選擇音質吃 是沒有分別的 只是選擇我喜歡吃的 沒有營養 生命不會長大 身體不會健康 我們不會得著那個真正的好處 所以 懂得聽道的 要選擇硬的東西來聽 懂得聽道的 要選擇適應聚的教會來回 因為這個才是神的生意 不是要選擇風光明媚 不是要選擇那些只是 讓我心裡舒服 捧到我在天上吹噓的 那些的信息 沒有用 真真正正能夠對付我們生命的 真真正正能夠讓我們謙卑信服的 這些才是有營養 但是不好吃 有沒有發現神的創造很特別 所有於你身體有益的東西都不好吃 所有最喜歡吃最好吃的東西都是沒有益的 是嗎 就是這樣 我們要選擇的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要選擇的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痛再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万我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主要你求你 从天而过 临到你当中 让你时刻都可以提醒我们 有四人可以时刻充满我们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痛再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我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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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清白不停息 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向天敞开你的痛再降下来 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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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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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旦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祝我们是属你的姿迷 祝我们是属你的姿迷 求此下赴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们要回转向你福神 也要看见福神 我们不求你阿爸福 舍利你宝座在这地 你的正眼看着耳垂停 风出名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复养着地 全能的君王 我们还明明 祝我们脱行在你面前 祝我们脱行在你面前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平一旦旦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掌管全地 愿你来怜悯一致设定 荣耀再次降临 我们不求你 舍利你宝座在这地 祝我们不求你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停 风出名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祝我们欢迎你 祝我们单单地来仰望你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都开口 去告诉主听 我们愿意躺开我们的心 生命是在于神 我们欢迎祂 我们赞美祂 祝我们多谢祢 赞美祢 祝我们今天 主日直着神徒这个时间 我们要大开心 祝我们来欢迎祢 欢迎祢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 祝我们来仰望祢 祝我们多谢祢 直着以彩亚书二十章 祢再次来跟我们说话 弟兄姐妹 直着二十章 神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是仰望着什么呢 在震荡的里面 你跟我仰望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金钱财力 是我们的人物网络 什么是我们所仰望的呢 刚才牧师有提过 当时的人 爱听假先知的话 要的是神的平安和祝福 多过神自己 今天我们呢 在震荡的里面 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平安 神的赐福 但是我们又怎么对 怎么看神呢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同样 都是想听些对听 我想最不合听的 就像今天 以彩亚生命里面 就是信服 真是很不合听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 做自己想做的 所以我们选择性信服 其实就是不信服 选择自己想做的 好不好今天呢 值着经文 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会不会觉得受苦 受委屈 受欲呢 今天 今天神值着 以彩亚的生命 来帮助我们 我们看以彩亚 他路身赤脚行走三年 受苦受屈欲 为什么我们在信服的里面 觉得这么艰难呢 原来很多次 我们想要的是 神的平安和祝福 多过神自己 好不好今天 我们为自己的生命 来祷告 求神给我们 有敬畏神的生命 可以降伏下来 在这一切挫折的里面 神为要打造我们 一个谦卑的生命 一个坚忍的生命 向神祷告 以彩亚的谦卑 以彩亚对神的信服 以彩亚对神的信任 求神同样做在 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原来真正的出路 不单单是神的平安和祝福 真正的出路 是我们有谦卑坚忍的生命 去承载 神的平安和祝福 是一个器命 一个谦卑的器命 去承载 神的恩典 神的平安 祝我们来到祢的根前 祝我们承认 祝很多时候很不合听 就是信服 祝我们认罪 认自己不信服 祝我们口里面会认 但是心里面 很多时候依然都是顾我 祝我们承认 过去无论是社会运动 无论是疫情的疫苗 祝很多时候我们要寻求 祢的心意是什么 还是我们想怎么做 祝信服永远都是 我们一个的半脚石 我们靠近祢的半脚石 祝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 我们的自以 我们的自以为是 祝我们今天来到祢的根前 祝祢被二塞牙在我们的面前 祂怒身赤脚行走三年 不单止受苦还要受辱 祝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的骄傲 常常都叛倒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跟 我们选择性的跟 祝今天我们来到祢的根前 祝我们承认 祝我们要谦卑 我们就要认罪 承认我们只是听对听的 祝我们是选择性的听 祝我们很想听到 那些恩典神学 成功神学 怎样告诉我们 怎样可以有祝福 怎样可以有恩宠 主 但是原来真正 这些的祝福和恩宠 是需要谦卑的生命 要有这个生命去承载 主 主 我们见到人家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没有 主 因为人家谦卑 我们看不到 主 我求你来赏免我们每一个 主 我们会指着人家 为什么人家可以 人家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人家得我不行 主 我求你来认证我们 让我们在祢里面可以谦卑 见到自己的不足 见到自己的硬颈 见到自己的不信服 主 你让我们有出路 这个出路在祢里面 这个出路是敬畏神 主 我们多谢祢 为我们过去 这些的不是 就好像以色列人 因所仰望的古实 所夸耀的埃及 惊惶羞羞愧 主 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的惊惶羞愧 因为我们仰望错了 因为我们夸耀错了 主 我们今天愿意再次来回转 主 我们知道 你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 主 我们不是难于逃脱 现在的压云 主 我们只要仰望你 在你的里面必然有出路 在你的里面必然有盼望 因为你所应许的 主 等于前一章 你要无论是 以色列 埃及 亚述 三国一律 主 无论我们今章里面 见到一切问题 你想要的是一个 你想赐福 主 我们愿意回转 主 我们多谢你 主 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生命 主 一切环境的破碎 为要打造我们 谦卑 坚忍的生命 主 愿意你将以彩押 信服 谦卑的心 今天同样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 让我们不再因为 这个信仰 觉得这个路艰难而去埋怨 主 不要因为这样而退缩 让我们有信服 信服 即使受苦 即使受屈辱 主 你都看见 更重要的是 你必恃福 主 我们多谢你 再次地来仰望你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以色列书第20章 第5节 以色列人边因所仰望的故事 所夸耀的埃及 惊惶羞羞愧 以色列人边因所仰望的故事 所夸耀的埃及 所夸耀的埃及 惊惶羞羞愧 女士们如果我们所仰望的是世界 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世界的权势 不论是经济 不论是经济 名利 势力 我们必然 因我们所仰望的羞愧 因为这一切都不能永存 这一切也都不是真实 你知道我们要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去学懂生命的功课 我们不是要投靠任何东西 单单的 仰望神 神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神才是 在列国当中 最终掌权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骄傲 不是选择性收听 选择性听 其实就是不听 选择性信服 就是不信服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什么先 谁才是我们的神呢 星期日 我们要舒适的生活 还是要来面见神 回教会的那两个小时 我们是要去 享受一份的娱乐 还是 施心裂肺的 你面见神 我们要隔着个盲 来去看我们的神 还是我们要回到神的殿里面 亲近我们的神 谁才是我们的神 什么才是我们要的呢 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转 能够真正的跪向你 主要我们不要 按照心中的喜好 来去将你定型 来去索造你 因为这样 我们就等于为自己 吊合牛杖 主要我们要真真实实的 来面对你 真真实实的 认识你 主要我们要来到你的殿里面 甘心 苦福 信服 听你的话语 而不是企图 拖着你往世界的路奔走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得以打开 让我们的心灵 诚实的来到去面对你 主要让你的说话 逃走我们 主要让我们 好像以错一样 有真正的信服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 以至到你的心意成就 而非我们的心意成就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新聚的 每一个特兴姐妹 都有这一份的谦卑 有这一份的信从 有这一份对神那份的热爱 跟从 以你为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生的 来到去跟从你 愿意付代价的 来听你的说话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